这片荒漠十分辽阔 举目望去只有这个帐篷区 居住了27户叙利亚难民 这里也是慈禁约旦分会 在2019年正式取得 国际慈善组织的牌照后 第一次举行御佛的地方 我们今天现场御佛的花 好像都是就地取材的 他们是怎么取得的 这些花跟叶 全部都是陈师兄家后院 下午两点钟剪出来的 然后玫瑰花就待会我们要供佛 紫色的小花我们就准备 那个是要送给大众的 就地取材资源有限 慈禧之宫逛上了 喜气洋洋的平安吊灯 恭敬的布置御佛台 就连莲花灯也是充满环保精神 我们把一个宝特瓶把它剪成凉半 然后花还可以固定在 那个瓶口的地方 在距离叙利亚边境六公里的地方 慈禧之宫一行人今天长途跋涉 来到了叙利亚的难民区 在这里要进行一场跨种族 跨宗教的御佛大典 李佛祖 请起身 虽然没有参加过佛教的御佛大典 叙利亚乡亲依然是满心欢喜地 跟着李佛祖接花香 以洗手替代御族 这些距离叙利亚的孩子第一次学习 如何帮妈妈擦手 给妈妈一个爱的拥抱 47岁的莎巴哈生了15个孩子 为了逃离战火 整个大家族搬到约旦来 今天是第一次 他的10岁的儿子帮他擦手 其实就是因为母亲节嘛 最重要的对母亲的那份恭敬心 而且在回教里面呢 他都会亲妈妈的手 然后盖到他的印堂上 这个是最高的一个尊重 叙利亚难民 他们的母亲非常的辛苦 一路不但是要顾着自己 更要顾着他的家人 顾着他的孩子 也希望孩子呢 能够体会到妈妈的这一双手 当暮色逐渐笼罩这片大地 叙利亚乡亲准备了 满满一室的丰盛食物 邀请慈激人一起开斋 开斋后 慈激之工为这里的27户 140几位叙利亚乡亲 展开夜间发放 这里没有电 慈激约旦分会执行长 就这么扮起自由女神 为乡亲们点亮黑暗 就连车灯也派上用场 这是我这个国际震灾 这个海外救援 第一次的夜间发放 虽然互数不多 可是非常的文心 在互动的当中 感觉到他们那一份 对于慈激人的那份爱 当新月交辉 属于叙利亚的歌声 飘荡在荒漠里 这里已经成为 没有边界的大爱国度 但新闻是个黎章内加 日段报道 玉佛的庄严让很多